中国人为什么将月经称为大姨妈? 月经在最早的时候被称为月氏, 为什么后来被称为大姨妈并流传至今了呢? 相传汉末时期,有一个女孩名叫佳儿, 她的父母早逝,由她的大姨妈照顾她的生活。 慢慢地,佳儿长大了,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机缘巧合之下,被一个名叫李广的男子看中。 李广上门提亲,大姨妈答应了。 此后,李广一有机会,就与佳儿约会。 古时候,女子的针操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大姨妈总是暗中观察, 并在她们太过亲近的时候出来打断。 时间一长,佳儿和李广就明白了大姨妈的意思。 后来,李广和佳儿结婚了。 当天晚上,佳儿的月室也来了, 她不好意思直接讲, 于是就捂着肚子对李广说, 我大姨妈来了。 李广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此后,每个月的那几天, 佳儿就会用大姨妈来了来表达。 后来,这种说法就传到了外面。 外面的人根据这件事儿, 又给月室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立架。 这来自于李广和佳儿的名字, 李,家, 合在一起, 李家, 慢慢地就演变成了立架。 因为立架和李家谐音。 所以, 月经在古代叫月室, 隐晦的说法叫立架, 更隐晦的说法叫大姨妈。 女性喜欢用大姨妈来表示月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大姨妈是亲戚。 而亲戚过来探亲, 往往不会久住, 通常只会住几天就走, 就像女性每个月来几天的月经一样。 也因为这样, 有时候也会用我亲戚来了来表示月经器的到来。 不过, 随着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家都能很快理解这些词的含义, 所以, 实际上隐晦的作用也就不那么有效了。 好了, 今天的词汇小知识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生词 流传 流传 广泛传播 早逝 早逝 年纪轻轻就去世 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 意外的机会 看重 看重 对某人或某屋产生好感或兴趣 上门提亲 上门提亲 男方到女方家里提议结婚 真操 真操 女性的真结 打断 打断 中途阻止或插入 谐音 相似的发音 隐晦 隐晦 话语或表达不直接或含蓄 亲戚 亲戚 家庭成员以外的家族关系 探亲 探亲 拜访亲戚 岳京在最早的时候被称为岳氏 为什么后来被称为大姨妈并流传至今了呢 相传汉末时期 有一个女孩 名叫家儿 她的父母早逝 由她的大姨妈照顾她的生活 慢慢地 家儿长大了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机缘巧合之下 被一个名叫李广的男子看中 李广上门提亲 大姨妈答应了 此后 李广一有机会 就与家儿约会 古时候 女子的针操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 大姨妈总是暗中观察 并在她们太过亲近的时候 出来打断 时间一长 家儿和李广就明白了大姨妈的意思 后来 李广和家儿结婚了 当天晚上 家儿的乐视也来了 他不好意思直接讲 于是就捂着肚子对李广说 我大姨妈来了 李广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此后 此后每个月的那几天 家儿就会用大姨妈来了来表达 后来这种说法就传到了外面 外面的人根据这件事又给乐视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这来自于李广和李广的名字 李 家 合在一起 李家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 李家 因为李家 因为李家和李家 谐音 所以 月经在古代 叫月视 隐晦的说法 叫 李家 更隐晦的说法 叫 大姨妈 女性喜欢用大姨妈来表示月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大姨妈是亲戚 而亲戚过来探亲 往往不会久住 通常只会住几天就走 就像女性每个月来几天的月经一样 也因为这样 有时候也会用我亲戚来了 来表示月经器的到来 不过 随着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大家都能很快理解这些词的含义 所以 实际上 隐晦的作用也就不那么有效了 好了 今天的词汇小知识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请来刘转型